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曾经流传于淮南根据地的歌谣 记录着金牛山反袭击战的胜利 传颂着这场战斗的制胜法宝 这只皮质公文包经岁月洗礼 虽然退了颜色 修了铁锁 崩坏了皮手 却依然可以看出做工的精细 他见证了一位长盛将军 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 1939年7月1日 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安徽定员组建 罗炳辉任司令人 这时的第五支队困难重重 战士军事素质参丝不齐 枪支弹药极度匮乏 部队还要同时与日北丸三方作战 面对严峻的态势 罗炳辉冤思纪律 他结合实战经验 根据部队具体情况 开出了营地作战的三副药 大刀训练 单兵训练 战术训练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整训 第五支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 均有显著提升 三大莱安城 并远自立反击战 半卡及保卫战 从1939年9月开始 第五支队用一场场坎坎林林的胜利 巩固了满东根据地 使根据地成为 欺辱敌人卧塔之地的一枚钢钉 1941年5月4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 在安徽天长成立 罗炳辉兼任副校长 并亲自为康塔学员授课 战术课上 罗炳辉发明的梅花庄战术 令学员们受益匪浅 这个极富创意的战术 为有效减少伤亡 将部队拆分成数个小组 像定在地上的梅花庄一样 纵深分布 此阵虽是分散布阵 可一旦打起仗来 各部既能相互协同 也可以迅速汇聚为一个整体 聚散有序 变化莫测 1941年4月 罗炳辉帅部首饰梅花庄战术 在苏晚交界的金油山 以牺牲54人的代价 毕伤日军200多人 韦军300多人 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 翻遍中外军事战术著作 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枝字片语 指得无奈地将其命名为罗氏战术 在伴随罗炳辉驰骋江淮的日子里 这支公文包 俨然是这位长盛将军的锦囊 总是装着为对日作战提供指导的妙计 比如将军在实战中总结发明的战术 又或是他亲笔撰写的理论文章 罗炳辉在崔丰宪现阵中的这些智慧总结 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革命军事理论网固 从一棵苏到一百一十五万亩林地 从咬兽濒临绝迹到六百六十多种昆虫 近三百种脊椎动物 近半个多世纪 一片贫瘠的荒地 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 这是一座高四十厘米的水晶雕塑 它是联合国环保领域 最高荣誉地球卫视奖的奖杯 在汉坝地处内蒙古高原 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 本是赛上明珠皇家猎场 但因常年过度开垦和山火肆虐 从清末开始森林逐渐消失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已变成黄沙弥漫 狂风肆虐的高原荒丘 一九六一年十月 当时的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刘坤 上坝考察 带队勘察数日后 终于发现一颗古松迎风节力 今天有一颗松 明天就会有亿万颗松 一九六二年 原林业部直属的赛汉坝机械林场成立了 来自石巴特省市 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四岁的一百二十七名大中专毕业生 响应号召奔赴赛汉坝 与当地二百四十二名林场干部职工会合 赛汉坝的重生由此开始 退化成荒原的赛汉坝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 坚长初期 人们只能住地窖和羊圈 吃黑油面窝头和咸菜 喝血溶水和沟糖水 这些困难没能吓到赛汉坝人 但两年下来 树苗存活率不到8%的残酷现实 却令大家倍感迷茫和忧虑 关键时刻 首任林场党委书记王上海挺身而出 这位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是要打赢这场仗 败掉树苗不行就本地选育 传统育苗法不行 就大胆改进 终于培育出了适应赛汉坝的矮状树苗 1964年4月 马蹄坑会战打响 此次会战 以超过95%的成活率 成为赛汉坝造林史的一座里程碑 自此塞汉坝的造林进入快车岛 如今塞汉坝每年可含氧水源净化水质约2.84亿立方米 固定二氧化碳约86.03万吨 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50亿元 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是塞汉坝人的心血汗水健康乃至生命 第一代塞汉坝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2岁 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积劳成疾 赵福州 陈秀玲夫妇 在估计偏远的万货楼渡过了30个函数 放弃高考 乍根塞汉坝的陈彦贤 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2017年 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 三代塞汉坝人的代表 接过了地球卫视墙奖杯 那一刻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塞汉坝精神 成为展现给世界的一张绿色的中国名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